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今天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两个从恋爱到结婚已经将近9年时间了 宝宝现在4岁 但是我认为他像长大孩子一样 总是喜欢玩游戏 做不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而他总是想把孩子接回来 但我感觉这是天马神风的想法 因为我们还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照顾孩子 我俩现在可能都是没讲大吧 因为孩子回来 我俩能一起成长 我俩一起能做到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的侄子 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想让老师 还有嘉宾们帮我 说说话 让他把孩子给我接回 来 掌声有请 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杨29岁 来自吉林公司经理 女嘉宾小王26岁 来自黑龙江幼师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是女生要来的 对吗 来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们两个从恋爱到结婚吧 大概有九年的时间了 九年啊 宝宝已经四岁了 宝宝四岁了 但是我感觉九年时间 他一点都没成长 还是跟刚开始我们认识的时候 一样就是特别贪玩 然后怎么说对家里面吧 对宝宝了对我了都没负到责任 他的工作性质吧 是休一上一就一那种的 他中午十二点下班每天那样 然后我是晚上五点下班 就是我不在家的话 他就会去网吧去玩游戏 刚开始吧还算是好吧 我下班了 他能多玩一个到十两个小时 就会回家 现在就发展到什么样呢 他每天下班回家 会玩到凌晨才回家 然后回家了 我都已经休息了嘛 之后他呢洗一洗 然后就睡觉了 基本上两个人就没有那么沟通 就打游戏啊 对 充钱吗 而且他冲得好像还特别严重 就是我感觉我有点理解不了 那种感觉 像他们会买那个喇叭说话 他最多时候会冲到一圈以上 然后最近他就为了给人物 抽一个小裙子 竟然冲了两千块钱 可以啊 干嘛呢 这个吧 我感觉男生玩游戏现在从前很正常 我这也不是花得太多了 他总不理解 他总认为花得不多 不不我不想跟他这个纠缠游戏花钱多还是少 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个孩子 老婆孩子都在家里 你怎么能玩的夜里十二点呢 而且天天呢 我是不理解这个 孩子现在不在我俩身边 我喽现在是在我姜母娘那边 就是在她姥姥那边吧 那咋不接回来呢 我们两个 因为没有时间去带孩子嘛 白天的话都会 咋没时间啊 他上幼儿园了 你是幼儿园老师啊 送到幼儿园下了班接回来 他不是中午就下班了吗 接回来不就在家里了吗 他是休医那种 休医上医的那种 那怎么了呢 那一天你接吗 在一个我们怎么说呢 因为带孩子的原因吧 就是孩子曾经生过病 然后在我们的东西 因为我们照顾的不周到孩子住院 也是父母从北京赶过来 然后帮我们照顾的孩子 等于现在孩子 还不跟你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是吧 嗯 对 孩子在北京跟爸妈生活 对 嘿 所以你就打游戏是吧 对对对 孩子不在身边 可能是心里就是打算颓废吧 你挺会找借口的 还有就是他有一个爱好 就是爱买水杯 特别是杯子 杯子 我们每次逛街的时候 如果没看到杯子还好 只有看到哪个厨房有杯子了 或者怎么样 他自己就进去了 连管我都不管我 他在里面就开始挑他的杯子 我曾经在那个食品店里 等了他有一个小时 他都没出来 然后我自己就走了回家了 喜欢收藏是吧 对对对 我喜欢收藏杯子 哦 你要说他懂杯子 就是特别懂这个东西的还好 他只是就喜欢买 买完了回家还不用 就放在那摆着 然后拍个照 发个朋友圈之类的是那种 了解吗 学吗 嗯 不太深学 就是我感觉这些跳饭呢 我就买回去 对 他就喜欢买同一款杯子 他能好几种颜色 他都可以买回去 就买回就到家里面就很开心 还有一次就是我们两个 因为快递嘛 都送到楼上超市 然后我们一起往楼上拿嘛 那天去超市取快递的时候 我还说这有你的快递 然后他告诉我你别碰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然后他自己小心翼翼拿着 等到家的时候 我说我帮你拆快递吧 他也不让我碰 我说又是杯子 我说这杯子挺好看的 他告诉我能不好看吗 这一套杯子 相信四千块钱的 哦 我就毫不理解 我说你用吗 说我不用啊 那我就喜欢就买了呀 就是他就这么回答我 就是你们家庭收入 支撑得起这个爱好吗 还好吧 他怎么说呢 我们两个属于AAG的生活 就是我送我的 他送他的 就是我挣的钱 我的工资钱是来我来支配 他的工资钱他来支配 就是这样 家里面共同开销谁支配 基本上我们家里面 也没有什么共同开销 我们因为我们两个 从来不在家里做饭了之类的 基本上都是外卖 饭也不做是吧 算是吧 各玩各的 他玩游戏你玩你的是吧 孩子扔给你妈 哎呀你们俩这个婚结的 可以可以很厉害啊 他现在是不给孩子往回接的时候 现在他有他自己的思绪 啊 就是我感觉孩子从 孩子走之前我就不想给孩子带走 但是他把孩子送走之前就告 我把孩子送走了 是他送的 对已经送走了他才通知我 我回家我才知道 现在我感觉他不让孩子往回接的时候吧 他有他自己的思绪 当过他打麻将啊 当过出去玩啊 或者当过他聚餐啊什么的 这您上来可没跟我们说呀 您上来就跟我们说他打游戏 可没说你打麻将啊 你知道他最 最厉害的时候减肥 从严急啊 上北京来减肥 一个疗程 反正将近花了一万块钱 七八千块钱 减了就一个疗程 完就之后回去了 钱就白交了 不学了 就不减肥了 完回家里有什么减肥药啊 这药那药的家里老多了 完他也不吃 都说我花钱 他这位一样在花钱 我说你这个东西你可以不要减了 你吃药减肥 对自己身体也不好 对吧 我也没嫌弃你 但是不得 一说提到减肥 只要提到减肥俩字 就不行了 说什么都没有用 你控制不了 就跟你打游戏一样呗 不啊 就跟杯子一样呗 对 哎呀一说杯子 那就不是钱了 一说减肥那也不是钱了 难怪你们要A一只呢 那房子是买的还是租的呀 买的 谁给买的呀 他爸爸 就一对小宝宝来我们这儿 然后那个女宝说 你们帮我们管南宝 南宝说你看看他 哎你们这孩子怎么打算呀 就这么一直就在北京待着吗 不是啊 我现在想我 我想把孩子接回来 啊 对啊 但是他现在可能是 有他自己私情吗 像刚才说的 他不想把孩子接回来 我送走孩子是因为什么 因为之前孩子生病嘛 去医院了 然后开的药 我们回来给他吃药也是 到第二天的话 晚上他发烧更严重 之后我们去 领他去医院的话 医生要我们搬离住院 说检查嘛 烧出支气管炎 当时说住院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都不会了 都猛了 没办法就给我 给我妈妈打电话 我妈妈特意从北京赶 过来照顾我的孩子 对 所以就是嘛 两个人都不学习 怎么育儿嘛 一个游戏嘛 一个麻将嘛 一个喝酒嘛 一个杯子嘛 一个减肥嘛 一个瞎躁嘛 你们夫妻倒是挺绝配的 那下一步怎么 你今天来要干嘛呢 他总是想把孩子接回来 但我感觉就没有这个条件 你是劝我们 让我们劝他说 不把孩子接回来的是吧 也没有 哎呀 你这胆肥的呀 真厉害啊 今天你算要碰到对手了 说说说说你的想法 为什么不把孩子接回来呢 他总是想把孩子接回来 然后我就觉得 我们两个现在 接孩子的话 还没有这个条件 那你要啥条件 啥条件我们具备啊 我感觉我们两个 没有时间去照顾的 再一个我们也没有 咋没时间呢 再一个我们两个 也没有照顾孩子的经验 而且孩子回来的话 开销的话 也是挺大的业比费 那你就别减肥了呗 你就别买杯子了呗 对啊 我可以啊 只要孩子回来 我什么都可以 什么爱好都可以不要 男孩女孩 小姑娘 送走多久了 送走快两年多了吧 将近三年 那你大概多久去看一次啊 一年 过年 因为工作忙嘛 也没时间去看孩子 但是我的想法现在 就是想把孩子接回来 就是从开始到现在 我一直没想把孩子送走 因为我在我的想法吧 就是孩子不管到什么 我条件好与不好 是我不会照顾孩子也一样 但是孩子在我身边吧 孩子是一种 反正我能当父亲的责任 在哪能控制住我俩 就是说我有上进心吧 是是是 他这个话说的特实在 他能控制住我点 孩子在的时候 他管孩子吗 不管 不管 那孩子现在 现在孩子现在见我 他是跟我好啊 孩子一哭了 就先视频找我 然后找爸爸 谁也不行 就我说了 我说公娘你怎么了 我落了视频呢 他就好了 不哭了 爸我想你了 就要跟我俩说要回来 就是我的心情很不舒服 但是我想给孩子接 我他就不接 就说我们现在生活 孩子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像孩子晚上哭了 那我叫他去看 好我孩子他都不管 都我们明天还要工作呢 就这样说 从来都不管 你叫他去 那你干嘛了 我哄不好的呀 那两个人一起哄 不是 你为啥哄不好的 那我就哄不好啊 哎呀 俩娃过家家 又生了个娃 娃被送走了 这俩娃不知道咋过了 哎呀你们这日子 也好爱 老师们给你们调理调理 你这病重了去了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卷 我听到现在的真切感受 是个字 目瞪口呆 我以为说我要疯了 我真要疯了 是 你们既然这么想玩 干嘛结婚呢 你们既然这么喜欢玩 干嘛生孩子呢 你们既然这么能玩 为什么不和孩子玩呢 父亲母亲 这是两个非常神圣的称谓 你们难道不羞愧吗 孩子四岁 正是从直觉思维 像形象思维转变的 关键时刻 正是最需要父母在身边 最需要引导 最需要去启蒙的时候 一个妈妈是幼儿教师 竟然会把孩子 扔给自己远在北京的父母 还说没有条件 我请你们两个先学会 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妈妈 怎样做一个合格的爸爸 第一步要做的 你妈把孩子就到身边 来 山大老师 你们这日子就是太闲了 一个打游戏 一个打麻将 一个玩杯子 一个买减肥产品 我不知道你是 就是怎么能大言不惭地 站在这说 我就是不想把孩子接回来 我不知道如果你的孩子 长大之后看到自己的妈妈 说不想把自己 接到妈妈的身边来 女儿该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也更不知道 当年的女儿长大成人之后 会怎么对您 她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至于男士呢 也没什么可说的 嘴上说得好听 只要把孩子接回来 就怎么怎么着 你倒是去接呀 你接去呀 我就不相信你把孩子接回来 他能把孩子在 堵在家门外面 不让进门吗 所以谁也别说谁 如果你们要是继续选择 这样的过日子的话 我们几位老师 说什么都没有用 如果你们觉得这样的日子 很舒服 很好的话 那你们就继续这样下去 你们的人生也就止步于此 女儿未来不认你们 别到时候心痛疾首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山大老师 来 曲总 从男方身上 是看到对孩子的爱 但是很无力 很无能 你想去看 你想去接回来 那是你作为父亲的权利 谁也干涉不了 所以说你真有这个信心吗 你做个试试啊 没有孩子的母亲 你作为一父亲 也一样应该能抚养解孩子 对吗 对着起孩子 管你叫爸爸 对着起孩子 在最难受 哭泣的时候说 我要见爸爸 你想想这两个字 你就不应该去玩游戏了 你应该就去 想方说话 把孩子接到身边了 即使他没有妈妈在身边 但他能感到 自己亲人 父母的爱 而你呢 很难想象 作为一个幼儿园老师 在为别的家长 为别的父母 去看他们孩子的时候 不想到自己的孩子 谁在看 很难想象 你对这份工作的热爱 对孩子们的爱 很难想象 你还能站在这里 还大言不参地说 想方说话 不要让孩子在身边 好 你如果是一个冷血的人 请不要阻挡这个父亲 行使他的责任和意愿 好吗 就这 好 谢谢曲老师 来 胡老师 你们不觉得 每次回家家里缺一个人吗 你们没有过这样的感受 说没有时间带孩子 一个有时间打游戏 一个有时间玩麻将 说孩子接回来之后 经济方面承担不了 一个买杯子 一个去减肥 这些话自己说出来不害臊 你连自己的孩子都哄不好 你怎么去照顾别人的孩子 有多少母亲 早上起来 一大早为了送孩子上学 为了送孩子读书 中午连吃口午饭的时间都没有 因为孩子可能在发烧 然后晚上又要去接孩子 就是这么一把把的把孩子拉扯大 但是他们每个人脸上 都有一种自豪感 那就是我从来没有愧对过 做母亲这个角色 你觉得你愧疚 如果你要是真心觉得愧疚 你不会在这个舞台上 大焉不惭的 说那么多不堪入耳的话 你真的 枉为人妻 枉为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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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个字 回归家庭 家庭里面现在角色都有 位置都留好了 只是那个报道的人没到 你们都缺位了 我觉得不是因为岁数年轻 而是因为心里不成熟 心里不成熟不是因为你们没有人性 或者你们人本恶和坏 而是因为你们的父母对你们照顾的太好了 剥夺了你们自己成长和成熟的权利 快点长大吧 我想说的就是希望你们快点长大 然后回归家庭 因为那个一天一天长起来的孩子 他是不会等你们长大的 加油吧 剩下的时间交给你们吧 我想把孩子接回来 我希望把孩子接到我身边 我想当一个合格的父亲 就是他在我身边吧 我可能会自己努力啊 或者什么样的 他给我的压力 或者一生爸爸啊 我可能会去努力 那个给他好的生活 我不像现在会说去玩啊 或去喝酒啊 我肯定不会 因为我现在最大的情愿 就是把孩子接回来 因为从孩子给我送走到现在 我就感觉我跟之前就没有拼头 我希望喜欢你好好考虑考虑 把孩子给我接回来 咱俩过了咱俩的幸福的生活 因为我感觉 现在一回家吧 我少个人 时间到 来 打开这个记忆箱 看都彼此放的什么 好吗 就他表白的时候 我就在做算术题 90后哎 所以应该说 这拨孩子是在中国 物质极其丰富的 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 家长又怕他们吃苦 又是独生子女 所以家长好像替代 他们做了太多的事情 结果孩子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觉得不是不仅仅他们反思 如果此刻 这个姥姥姥爷在看电视的话 姥姥姥爷 为了让你们自己的姑娘和姑爷成长 赶紧把那外孙女给他们送回来 你们过你们幸福的生活 我觉得这 这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 这一个家庭 这两个孩子的问题 或者叫这一对夫妻的问题 而是整个家庭体系出现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父母 真的能狠下心来说 你的孩子就该你们呆 又不一样 因为有些责任 你不想承担 当生活真的压给你的时候 你发现 其实你担得起来 不仅担得起来 还担得好 我相信他们会明白这个道理的 请开门 请开门 来来站在这儿 女生要把孩子接回来吗 啊 接回来 接回来就好啊 那个女生给了一个信封是什么呀 孩子照片 男生拿的什么回忆啊 这也是我送给她的第一个承诺吧 啥承诺啊 就是我俩刚认识的时候 小情书关门是吧 有一段话 啊 就是往后一生 我要用我的一辈子去爱人 哦 就是 你们你们你们俩别光你们俩爱了 现在还有小宝宝 你们都爱行吗 赶紧把孩子接回来 自己赶紧长大 有请我们的小话同有请 像你们这么大年龄的孩子在四岁的 人家很多这个家庭已经在 已经在勾画 要二宝了 知道吗 谢谢你们 来 这个送给你们 我建议你们就别回老家了 从我们天津直接绕到北京 把孩子接回去吧 有这个打算 而且我多补述一句 虽然孩子问题解决 但你们俩的问题还没解决 你们俩会真的好好聊聊 到底你们俩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如果不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 孩子回来也得不到很好的照顾 明白吗 一个一个解决呗 谢谢你们啊 请回 谢谢老师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精于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有网友提问说 每次和老公吵架都是我哄他 这次呢他离开家是闹别扭 我不想主动联系他 但是到现在一个星期了 一个电话都没有 我该怎么办呢 每次都是你哄他 就证明这种吵架之后和好的模式 已经成为了你们一种固定模式 那么想要用这一次来改变这种现状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离开家一个多星期都不联系你 足以见得你在 你老公心中的地位是什么样的 祝你好运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